成交量 股市有句俗话 成交量无法骗人 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它是我们分析主力资金建仓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今天就给大家总结了 主力资金建仓的4个信号 第一是后量超前量 一只股票在横盘整理的末期 或者是在低位起涨的初期 后面的成交量逐渐超过了前面的成交量 那就说明主力已经在这个位置 做好了拉升前的准备工作了 那么随着股价的上涨和成交量的放大 股价连续突破前期的颈线位 从此股价将会一浪高过一浪 第二底量超顶量 一只股票的股价在达到阶段性的底部之后 成交量却是放的异常大 比近期形成的头部时的成交量还要大 那这个就是底量超顶量 这个信号的出现往往就是买入的绝佳实际 第三缩量再放量 这个主力建仓的信号是有一定前提的 就是在股票的选择上 我们要选择那些曾经连续放量上涨 近日出现缩量回调的个股去进行跟踪 一旦发现股价企稳重新放量了 并且5日线上穿10日线形成金差的时候 就可以果断摆入了 第四 低位放量涨停 一只股票的股价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下跌 有一天突然在低位的时候放量涨停 这个就得注意了 放量总是有原因的 要么是有利好消息 要么就说明主力的强势介入 总是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都是不错的建仓信号 这4个建仓信号你学会了吗 我是飞飞 关注我 A股